全國骨痛熱症病例再次暴增 從上個月26號到上個星期日為止 一個星期內增加了2,017宗新病例 增加幅度達到13.5% 其中選了週數新增個案最多 有1,145宗病例 同一時間當局接獲10宗死亡個案 使得半年來死於骨痛熱症的人數 已經增加到132人 衛生部總監納多諾西山發文告指出 全國有9個週數出現新病例 分別是雪安娥 儒佛 霹靂 沙拉月 吉蘭丹 吉打 彭亨 冰城和霹靂 全國疫區也從647個微增到660個 目前全國總病例達到57782宗 比去年同期減少了1583宗 與此同時 衛生部強調 儘管我國至今還沒有接獲資卡疫情投報 但是當局嘱咐民眾 在佳節後的高峰期謹慎提防 如有病症 務必要及早醫治 如有病症 務必要及早醫治 會例如們在生病院 保健全村